在这分叶似火的国度 我们与主悄然相遇 在那生命如全的岁月 我们与他谈天说地 让我们的情在电波中流淌 把我们的爱大声说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爱要说出来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Danny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Sindy 我是陈子 我是家伟 最开心的就是Danny了 Danny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他很久没见到你们了 肯定很开心 是啊是啊 因为上一次也是我们 然后还有洞洞 今天洞洞有事情不能来 真的很遗憾 不过今天来了我们两个 好久不见的 不是新伙伴 旧伙伴 老伙伴 老伙伴 家伟有诚挚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Danny是有什么 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相信在疫情之间 大家这个都 大部分人都之前在家里 在家里没什么好做的 大部分看看 网页刷刷新闻 听说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闻 Sindy要跟我们分享 对对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这新闻是讲说 因为现在不是疫情吗 所以说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呆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年轻人就呆烦了 就出来开party 然后他们的party呢 就称为新冠party 那么这个party 他们过名思义 他们就邀请一些有新冠病毒的人 或者就曾经得过新冠的病人来他们的party 然后其他的人 其他人就拿很多钱出来 就每个人拿些钱 放到一起 然后放在场中央 然后他们就party一晚上 之后 谁如果得了新冠回来 就可以拿到场中所有的钱 那么这些小孩子真的是很疯狂 那我觉得这个嫌真的是是啊 对啊 要我我绝对不敢这样干 因为我之前也说 我说我很宅嘛 就是这一次疫情开始之后 特别是在家上班之后 我基本就是逐步出户了 不出去也不想去招惹太多麻烦嘛 不想说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要保护周围其他的人 那万一说生了病 别人也不好 那看来我们 我们真的都是小心翼翼的年轻人 不是那群冲动的 太疯狂的年轻人啊 但是我知道城市现在有在上班 因为我想你的工作不允许 就是你经常在家 对就不可以就是 work from home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的工作 还有现在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什么改变这样子对工作和出行 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比较谨慎小心 搭配的干活 干活不累 对都是女女搭配 干活不累这一次 然后孩子呢 一方面是学校要求孩子的数量得减少 另一方面是可能大部分家长也考虑到这个现实的状况 所以很少家长会把孩子送回来 所以目前也算挺幸运的工作稍微轻松一点点 面对的孩子少了一点点 可能安全保障性更高一点 这是在人数上面的一个变化 然后 所以老师还要更多吗 因为学生 需要 但是也不能太多 毕竟学校空间就那么大 社交距离还要保持 其实社交距离的话是没有办法 我们学校有的老师现在还是还是在家呆着 就是没有被请回来 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 或者是身体有一些抱恙的 就不能够回学校 不害怕工作 对 这也要看你 肯定也要征求您的 你自己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意愿 你是否有意愿要回来工作吗 这是一方面人数上面的变化 其次就是 每天的日常上面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以前肯定都抱着孩子呀 跟孩子打招呼 很热情的打招呼 抱孩子呀 员工之间也是很热情的打招呼 现在大家天天都是戴着口罩面罩 偶尔需要抱小孩的时候 你还得穿着防护服 所以大家还是得保持着一点距离 对 就是没那么 因为毕竟是在 在工作的孩子 所以还是得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别人 对 所以还是尽量做到自己 就是不能随便乱抱孩子了 以前觉得这个孩子很好玩 很可爱 可以抱抱他 以前也不能随便乱抱 他以前至少抱得比现在多 对 然后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感吧 有时候自己会不经意上前 但是还是会停下来提醒一下自己 嗯 要忍住 不能去抱那孩子 所以说那小孩子来学校之前 可能家长有跟他们嘱托过 就说不要是乱碰东西啊 之类的是不是 嗯 家长应该家里也会有 但是怎么说 DK的孩子毕竟都偏小 尤其我现在待的班是小班 然后 是差不多多少岁呢 嗯 才两三岁呢 两三岁 就是刚刚会跑的 对 所以老师的责量很大 是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忙 很难做到说像 呃 大家要求的社交距离啊 或者不碰这不碰哪的 只做好自己就比较难 所以现在 呃 回去上班 好在哪里 好在 有钱壮 而且孩子数量少一点 人数少一点 但是有一个不太不太方便的 是呃 对我自己来说 一个是上下班 上下班之前都是搭公交去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 也不太敢搭公交 所以就自己骑车去 可能就会偏累了一点 就上下班会偏累一点 但是但是想一想 现在是夏天 还是挺好的 对 现在夏天还好 算运动了 是冬天来了 天气还行 对 等到冬天了 然后可能你就需要再重新考虑这个交通工具的问题了 可能再回公交吧 健身上吧 两步 是啊 尽量做好保护 现在说起来真的是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恍恍惚惚的新冠病毒就是已经几个月了 当时还都大家很抱有期望说夏天结束疫情就会结束 那么现在看来是要打一个重新冠病毒 刚开始还不是刚开始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以为三月份的时候以为控制一下可能四五月份过去 然后后来说等到夏天就会有点准备 然后等到夏天就会唱一首歌 然后等到夏天就会唱一首歌 不过今年毕业是不是很爽 多了很多时间太久了 对啊 去年本来 我看了网上有很多段子 估计家伟也是其中的一种段子 我看到就是很多学校 大家把学生的头披在他们的毕业照上面 你们那么说吗 其实是这个样子 我好像没有这么做 我就是把这个学校送来 可以用来 照相批 就是批图的那个学生网 我就拿回家等纪念品了 我好像并没有要 你们是怎么 你们这次毕业典礼是怎么弄的 这次毕业典礼 就自己在家 对 就在家 学校会给你寄一个毕业礼盒 那个毕业礼盒里边有一个学生帽 和一个学校的一个小的纪念章 所以说你可以把那个学生帽戴在头上 然后打开那个网站 然后可以自拍照一张相 然后他给你 批成一张 你穿个学生服 拿了那个毕业券 然后戴着学生帽的这个小牌 就当作毕业照了 另类的毕业 对 一个很另类的毕业典礼 我看过一个毕业典礼 就是那个校长可能在中的这一端 然后你在中的另外一端 他从这个视频给你放帽子过去 然后你从那边接过来 还要做一个这个动作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是动作做的 不是说帽子真的飞过来 对 肯定不是 对 你假装接过来 那其实这个帽子是之前寄给你的 是吧 对呀 要有仪式感嘛 要把亲自给你 生活要有仪式感 是 今年真的是不平凡的一年 我觉得今年毕业的人真的是 之后你以后跟下一代说啊 都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没有人无法复制的一代 你们是无法复制的一代 冲冲的毕业典礼 对 那很长的时间 那接下来就是 对 是找工作嘛 毕业之后就打算干嘛呢 就都干嘛 估计现在也不好 都干了什么 因为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呢 我还想 我说那个时候 我想的是 给自己一到两个月休息的时间 像我去年 相当于去年12月 就是分诞节前 毕业就是已经结束了学业嘛 嗯 但我就想的是 我看到我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 我就放松一下 休息休息 那两个月呢 也没有找工作 然后呢 休息休息 也跟朋友去玩一玩 对吧 因为 感谢自己 是不是因为那两个月 你以为疫情就会结束 没有 那两个月的时候 当时呢 是 疫情还没有开始 没有想到 疫情还没有开始 当时一月份的时候呢 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到一月下旬的时候呢 是国内爆发了疫情 当时也没有想到 这个疫情会传到加拿大来 然后休息了两个月 到三月初的时候呢 三月初的时候 当然我说 刚开始找工作嘛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 做了一些面试 当然了 刚开始没有成功嘛 就只做了一回面试 然后没过两周 这疫情就开始了 我曾想你的 你的休息 休息这么长 对 然后任务就说 进入 什么任务 进入 你状态了嘛 然后 我那可能假期又延长了 当时这个心理的波动 还蛮大的 当时还刚开始 我发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种感觉 就是在 停工之后 这个心理状态 是不同的时间 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就是在刚刚开始 前一个月的时候 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 我当时还想 开心 对休息休息 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就再休息一下 等到四月跟五月 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就心里边就感觉有些 急躁 一些无聊急躁了 然后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就想 赶紧结束了 就得出现在家憋的确实 因为确实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感觉是还挺好 我天天待在家里面 然后没法出去吃饭了 我就去超市买菜 然后自己研究一下厨艺 自己去做一些东西 刚开始还觉得这个生活 感觉还挺小资的 挺美好的 你终于开始做饭了 那现在你的厨艺应该是 已经上升了很高一个档次了 现在是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就是怎么说呢 酸菜一汤 我在做肉菜的时候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研究好了 这个叫灵魂酱料 我已经可以把这个肉调得非常的好 精髓掌握 然后腌在里面 然后等到下锅的时候 什么调料都不消化 只管一炒 炒完了出锅 就是那个味道 所以我们要变成一个美食节目了吗 以后可以家伟同学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美食 以后我们开个美食 然后大家拿笔纸记啊 对 以后真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家伟那里烫一顿饭 对 现在可以都没问题了 可以点评一下你的厨艺究竟是如何 随时来 我觉得Sindy也是在上大学的对不对 对 你的学校有什么变化吗 那么之前呢 我有提提一门暑假课 那暑假课呢 因为我那门课是一门大课 基本上有两百个人吧 两百多个人 所以说那门课当时 老师本来是原计划 是打算面对面 网上面对面授课 这样大家在同一时间 全都在一个类似zoom meeting上面的一个会议上 但是因为人数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多人 所以导致老师无奈放弃了这个想法 最后就采取了录音录像 发到网上 然后给大家再准备一些辅助材料 一起发到网上 对 然后之后因为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也都是以选择题和简答题为主 那么也都是完全可以在网上面做的 方便哦 所以影响不是很大 那老师就是需要两个TA帮他去改卷子 那除此之外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九月份开学了嘛 九月份开学之后 我想可能方方面面的东西就会有很大改变了 比方说像我介学期的课有很多都是只有15个人的小班 那么小班的话应该就是会用 就是即时的即时的meeting 面对面meeting的网络meeting的这种方式 然后其他还有大课的话 有可能还是像之前一样 就是把video录下来之后发到网上给大家看 对 那么其他的更多的内容可能还要再探讨 因为我觉得学校也是处于实验阶段 第一次经过的 对实验阶段 那那一次前两天有个Town How Meeting 校长也在说这个事情 对大家所有人都是一个challenge 所以说学费是不可能退的 那这辈子都不可能退的 想多了吧退学费 所以他学生党最关心的 对啊对啊 你看又不能去原来学校很多equipment 我们也不能就是用到是不是 那还要交这么多钱 为什么交这么多钱上个网课 但老师也说啊 那你上网课的话 这一些技术问题还是要花很多钱去解决的 所以你释然了吗 你接受了吗 我觉得我理解 我表示理解 但是看到那个银行卡上的钱一点点的减少 又想讨债去了 但是表示理解 现在对大家来说真的都是挑战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 还有这些技术问题都得一个一个去完善 像我之前在中文学校上班的时候 刚好疫情爆发之前 或者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还在上课 就是还没有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我们还在学校上课 但是学生很大一部分已经不来了 陆陆续续不来了 然后一直到后来 通知下来说全省要关闭的时候 要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了在家去学习 作为老师呢 所以这也真的是个挑战 我可以理解 但中文学校可能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 就有很传统的办事 我们就只是 老师只是通过邮件 把一些学习材料 还有像辛迪刚说的 可能录一些你自己的教学视频 然后发上去给孩子看 然后那些孩子 可能你有一些很急迫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话 那你会回馈 会去访问一下 反正总之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阶段 就不论大家是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或者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也好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要多一些耐心吧 然后一起努力 然后正所谓就是 并来如山倒并去如仇死 那么这个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究竟会持续到何年何月何月 但我知道总有结束的一天 总有大家可以重逢的一天 可以聚到一起吃火锅的一天 大家不要放弃 这个阶段大家都很困难 那你们这个阶段 有怎么去教堂的吗 我反正大部分都是在YouTube上面 你们有去教堂吗 我有去 我也有 我也有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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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嗯 就是 因为彼莎可以在YouTube上去 对不对 疫情开始那个阶段 我们都是在家参与 就是教堂也已经关了嘛 所以都在家参与 都在YouTube上面参与彼莎 然后后来六月份的时候 疫情缓和了一点 教堂也重新开放 一些部分场所都已经开放了 所以教堂也开放了之后 就急需大量的义工 然后我就收到教堂的通知说需要义工 什么帮忙测体温啊检票啊 现在因为都需要晚上订票才能进入教堂 但实际是晚上订票也可以 但你也可以电话订票 也可以直接walk in 所以这三种方式可以进入教堂参与彼莎 后来六月份教堂重新开启之后 就需要大量的义工 然后我就回去去帮忙 本来自己没想着去回去 但是后来家里人吹着 然后就也出去了 然后去了教堂 心里就想着 现在一来客观的来说 疫情也缓和一点了 自己也可能抱着一点侥幸的心理 二来觉得还是比较相信天主的 就觉得我是去做义工去服务 所以可能不会这么重大奖吧 所以我相信他能够保护好我们来教堂的这些人 就是为他去做这些义工服务的这些人 所以就一直从九月份到现在都在教堂帮忙 教堂说实话 生机没有以前那么生机勃勃了 人没有以前那么多 而且教堂的活动也全部取消 除了周六周日的明撒 来的人呢也很少 但是 来的人很少 但是大家还是有心能来 所以还是挺好的 就是现在能做的 就像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 能做的真的就是好好祈祷吧 走一步上一步 好好适应好好祈祷 看看 谢谢程姐 谢谢你给我们教堂的服务 应该的 对啊 我们怎么说呢 保护好自己的同事也要相信天主 那么一切都会过去 对 好了 那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这样子跟大家说再见吧 之后我们下一次还有下一期更好的节目 好吧 好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